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美国的Liz 今天要跟你讲话题呢就是如何学会不在乎 其实做极简以来呢除了极简东西以外 我们要极简掉很多很多不应该在乎的事情 那我发现呢不在乎我们身边为什么有这么多 先从这个名牌包包开始说 名牌车子豪宅开始说 为什么我们身边有这么多人喜欢买所有名牌的东西呢 然后可能他们本身的经济情况并不是很有钱的人 可是呢他就是有好多个名牌包包啊 有很多有一辆名车呀 甚至住的房子也是豪宅呀等等这样子的 那就是因为太在乎 他们在乎的是什么 他们在乎是别人看我们的眼光 那有很多人说过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因为现代的人呢 你没有办法把自己的银行存款的数字 写在额头上让人家知道你多有钱 所以他就用这些东西来体现 所以很多人说 其实我在想过这个问题 也有人说过这个问题 在二三十年前最早的时候 很多的那些爆发户 他们突然间一夜爆发了以后呢 他们就买了一些金的 金的链子越大越好 然后戴在身上 然后还有一些人是金牙 或者是脚链子啊 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 就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有钱 那现在呢 我觉得买名牌包包这些 有的时候也是为了一个在乎 别人怎么想我们 其实可以把这些抛开 除非你买一个东西 你不用去买 因为它的牌子 你要买是因为它的这个 质量很好 然后你用的很喜欢 就是它实在的东西 而不是被别人牵着走 因为很多时候你在买一个东西 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每个人有 所以我也要有 我背了就会 人家就会觉得我高人一等 等等 其实我们一定要把这种的思想给打掉 而且不只是物质上面的 那我身边有这样子朋友 他呢 可能就是说去一个pullet 然后可能自己东西没有带的特别好呢 就说啊 为什么我今天没有带一个特别的好的菜啊 然后会怎么样 他就很在意 觉得一定要很完美 然后很在意外面人怎么看他 或者说哦 嗯 今天出去啊 我的小孩啊 没有跟人家说 呃 没有特别特别的表现的特别好 没有给我很多面子啊 虽然这不是物质上 其实他也是很在意 就是别人怎么看 于是就把自己活得很累 如果他身边的人跟他在一起也是很累 不管是如果说他的另一半啊 老婆也好 老公也好 我就觉得哎呦 完蛋 今天出去 你没有这个这个话讲错了 然后或者是怎么样 没有把自己秀的特别好 然后或者你挖几个洞 或者怎么样 之类的 就这种小事 就等于是对外人好 可是对自己家人不好 这样子 那也是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这虽然不是物质上 不是你买什么东西 但是不知不觉 你们可能就是慢慢的 呃 我个人认为你们出去好 就是尽自己最好的方式去做了就好了 然后不需要整天就是一直觉得 为什么这个没有做好 为什么那个没有最好 那每一天都是觉得说 哎呦 怎么办 人家会怎么看我 人家会怎么在乎我 就是太完美主义了 也不好 这样子不但你累 你身边的人是更累的 所以这是一个呃 我们要节俭掉的东西 然后太在乎呢 这个就会让我们变成购物款 像我们买东西 现在买东西 很多时候买一个东西 真的已经特别现代人吗 因为你吃的也够了 穿的也够了 那你一定要去买那些追求 就是特贵的东西啊 名牌啊 然后或者戴在手上的 就是名牌表啊 你只是为了告诉人家说 嘿 你看我我多有钱 可是你自己呢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 没有看过一本书 那本书其实是 呃 美国的一个呃 很有名的一本书哈 就是很多很多很有钱的人 或者很多很多地产商 会叫他们说 哎 你告诉我一下 你最喜欢看的几本书 当然我必须要说 第一名永远都是穷爸爸富爸爸 然后这个头五名呢 就是这本书在里面 就是在你邻居家的百万富翁 就是说 在你看来很有钱的人 未必是有钱的 在你看来很平凡的一个人 或许他就是那个百万富翁 或千万富翁 那个住在你隔壁 你一个平民宿舍隔壁的那个人 那个开着一个 20年前或者十几年前破车的人 然后那个拿着一个可乐在喝的人 呃 那个吃饭只是去很平常的店里面吃 或者在家里煮的人 或许他才是真正有钱 而不是你看得到开着那个豪车 住着豪宅 然后呃 就是穿金带银啊 被名牌包包的 其实他们的银行账户说明是正好相反 说明那个穿金带银呢 他可能是呢 每个月就存的 呃 就存个几百块 因为他都花在炫耀自己身上了 而那一个 开着破车 十几年前破车还住在30年前的房子里面的那个人是谁 你知道吗 巴菲特 他就是这样 你要是问巴菲特他住在什么 你们知道就世界上最有钱的其中一个人巴菲特吗 他住的房子呢是他30年前买下来的 他开的车呢 还是他就是一个非常根本跟那个名车的牌子 扯不上任何的等号的一个破车 他的老婆呢 还是他以前的原配 然后当然他失生活我就不讲了 那就是这样子一个意识就是说未必你看到有钱 你身边的有钱人就是真的有钱 未必你看到那个穷冠蛋 他就是穷冠蛋 这就是跟我们说 为什么你要去在乎人家那么多 而你没有在乎的是自己 或者自己最亲的人 你老是在乎说 哦 别人说你今天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你出去一定要给他送一堆礼物 其实比如说有一个朋友吧 他比如说去圣诞节的时候 他就给旁边的朋友送一堆的礼物 可是自己的老婆孩子却没有诉什么礼物 直到他老婆说 哎 你给别人小孩送了 那自己孩子要不要送一点 或者要不要送我一件什么礼物 然后别人生日的时候就带他们去吃啊 很好吃的什么东西 然后真正的什么 比如说 呃 老婆生日的时候就给他买一个Hot Dog 或者什么这样子之类的 就是你完全 本末导致你为了让别人觉得你是个很好的人 可是你没有照顾到你自己的家人 或者是你会让人觉得你很很有钱 然后就用自己辛苦挣来的钱去花在呃就是炫耀上面 可是那是你自己挣出来的很辛苦的 然后你拿去买一些名牌包包 然后名车 然后去买一些豪宅 为了有朋友来家 哦说你的房子真的好漂亮啊 或者开始去好有面子呀 然后背个包包 哇这个人应该很有钱啊 可是你就把自己很辛苦的劳动 全部都在放在在乎别人身上 而这些在乎你的人 如果他是因为这个钱跟你在一起的话 你不会 你不会想要跟这样人做朋友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他们可能都消失了 然后如果说你的 然后平时 比如说你很爱面子 然后就出去好 别的有朋友来 他就开多久了 然后就带他去吃什么餐厅 可是真正是你在生病的时候 只有你家人会关心你 所以你最应该关心的是自己 和自己身边的人 就是那些在你身后默默付出的 而你最应该买的东西 是那些对你实用的 而不是去给别人看的 因为每一个人都他自己的生活 他跟你的生活 他今天看到你背一个名牌包包 他就看一下 OK是个名牌包包 然后他明天就回去过自己的生活了 不会因为怎么样而改变 而你可能会因为买了这个名车 名牌包包 然后就负债啊 或者生活的很节俭 但你要卖掉他们的时候 像名车的话 可能就是你如果是买新的 你明年只能20%打折卖掉 那好歹更不用说了 如果你只是为了个很大的房子 比如说有个游泳池的房子 那个是超级超级贵的 因为你要有人打理啊 然后水费啊 就是你看不到的七七八八的东西 为了别人来看你 结果你自己可能就带了一个很大 很大的款 每个月要不停的去付出 就你为了在乎别人的对你的看法 为了给别人完美一面 不只是有钱 不我们不说是不说钱 这方面有的时候你是说哦 他说可能我们有个帕拉你带的东西 特别好吃 或者哦人家都说我是个很好的朋友 可是我对自己家人的妻子孩子都不好 或者怎么样 就是或许别人的一个婚礼 我给他送了一个一千二的什么多少钱的礼金 可是自己的哥老婆结婚就完全没钱 然后完全没有带他去哪里玩 然后就说啊我们就从简吧 这样子 这样子的就是说你已经太在乎就本末倒字了 你已经太在乎别人的 或者啊别人的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你付出很多字 为了别人说你是个好人 你是个好朋友 这就是烂好人 可是对自己家人很不好 或者说你为了别人在乎你有多少钱 然后就买了一堆很名牌的东西 结果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我就为什么我们现在人 其实这不是这这个说的就是不是 是我有时候自己都会犯这种错 包括我以前是购物款的时候 我真的就很在乎外表 然后 包括以前吧 就是说有的时候 偶尔总会走神一下的吧 就是说因为看了一个别人的影片 告诉我那个东西特别怎么样 然后觉得哇 我特别想像他 所以就去买了这个东西 觉得花了钱就会变成这个人 就是为了别人的赞美 为了别人感觉 然后付出了自己一个很大很大 不需要付出的东西 就是乱花钱啊 或者为了面子啊 然后没有好好照顾家人 可整天在外面跟朋友 就是把朋友照顾的很好 朋友的那个婚礼 你给他一堆的钱 祝贺自己的婚礼都没有 然后也没有给给自己家人 就是一个默默无闻 跟着你的太太也好 或者老公也好 你都没有好好的 就是他为了你付出很多 你都没有好好看到 等等这样的东西 就是我们平时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你在乎你是否太在乎了 然后如何做到不要在乎 好吧 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就讲到这 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总结 希望说大家可以都不把那些不该在乎的东西都放开 然后在乎到真正的自己和自己最亲的人 好吧 那今天话题就聊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我忘记说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联系了 OK 拜拜